第二季中年好声音 赚入60强的第三回刚刚播出 中共有9位选手直接晋级 其中有3位选手获爆分5灯出线 包括赛前被视为大热的澳门选手古卓文 以及唱歌老师李浩心 虽然后台我们这么多的参照者都说 你一定没问题 但其实我是参加一个 计算今次中年好声音 是参加两个歌唱比赛 而且你表演和你比赛是不同的 有些压力 但我觉得这些压力是好的 令自己真的很严重地唱歌去进步 其实来到这里比赛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你专业了你行 其实不是的我好紧张的 我初赛紧张到说话都疾了 我常常告诉他们不是的 你们不要这么说了 真的不是的 我拿到5灯 我是没有想这件事 我觉得不让自己想好过想 就逼自己不想不想不想 这样的平常心 我想是会好一点的 而作为素人的朱博文 而唱跳演出 驱惊到各位评审 献唱歌神张学友的快哥 相当有动感 其实他大部分时间 我不会叫他跳唱 我叫他按唱 是按了 按着来唱 但是很聪明的 其实你不用跳唱 因为你按着应该挺有型的 最后弄摊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很喜欢 很棒的那一刻 就是Brian 郑之豪师兄 我一唱完拍摄后 他就下来 然后他又捉了我 在一旁 又说了很久 给他很多意见 他说他觉得我 要兼顾唱歌为主 不要跳太多 所以我就拿了他今天这个努力 反而唱的时候 我就尽量不跳太多 因为试过一跳的时候 转的时候 我不会转 我很感谢他 真的很感谢郑之豪 谢谢 因为高手云集 曾经参加过新秀的七代代 以及昔日出过唱片的姚安娜 都被淘汰 要在108强子部 他们刚才都说过 可能要再低半度 我以为自己已经低了一度 很聪明 谁知道是再低半度 我说再低半度 不就很难摸 我自己想想 或者我低音又不能够 没办法 我尽力就这个锯 有时候可能是紧张 令你会打到折球 是的 所以我已经低了整度 我觉得 对了 没有了 就是这样 我尽力了 真的 你真是 输了 我觉得今年 都很大机会 很敏散 我觉得已经不是输赢的问题 是真的 挑不挑战到自己 我觉得 都有一些可惜 自己选错过 好像 也不会的 因为真的 可能 我又不是唱歌老师 又不是说 真的 一直都有 保持唱歌 研究音乐这方面 所以可能在选择 经验方面 是真的 0 所以如果选错了 刚才很好 其他参赛者都会鼓励我 他就说 你出来会不会参加 我说 如果我的时间 適合在香港 我都应该会再试 志在参与的还有邓绍穎 虽然平心说他 比起海选时 已经进步了不少 但可以站在中年好声音的舞台 分享他和妈妈长嫂的故事 他已经毫心足了 我一生人的遗憾 就是未尽孝道 就是 就是我会跟父母说 我在你在选时 可能做得没那么好 但是现在我会做一个好的爸爸 今天我觉得自己尽力了 始终不是目的 是来比赛 来尿了自己的心愿 送首歌送给父母 分享一些心声 和观众朋友 你会不会有机会 再见到你 不会的 不会的 今年其实 就是当是玩一下形式 明年就算了